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经常将公开透明挂嘴边,北市府先前爆出约聘人员被内定,有一半以上都是瞧进来的,虽然北市府严正否认,但又遭周刊再度爆料,指控北市府公园处的公务员,有六分之一都是亲戚。 郑州刊报道,不具名的北市府职员表示,公园处一名陈姓济公在该单位任职十年多,先后将妻子、儿子和小九拉进同单位。 报道提到,陈姓济公最先进入公园处水源苗圃,再安排妻子到同一单位,安插小九到公园处水源苗圃担任驾驶。 后来,陈姓济公在利用关系,也把儿子拉进公园处的西区公务所,之后又让侄子、侄女分别到公园处水源苗圃,原山所任职,该局处有六分之一人员都是陈姓济公自己人。 北市府发言人刘义廷回应,表示为了避免内定的情形发生,各局处都有透过就业服务处来招募员工,有些公务员在某些机关待的叫酒,可能会有介绍亲友直缺的情形,但他强调绝对没有内定。 北市府本月十日就遭爆料,各局处约聘估人员有一半以上都是瞧进来的,假借就业服务处名义招募,但其实名单早已内定。 对此,就业服务处作探言,原本就在府内工作的人,确实较容易面试上职缺,但单位珍视委员接签有回笔声明书,亲属或直属长官都要回笔。